- 吼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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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前两天的时候热搜上不是有一个大衣食的颜值吗 - 然后我就分享一下我四年前的周评 - 吼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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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真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- 那个时候化妆品也没有什么要求 - 好像口红它只要是一个红的 - 包括一些刷子我都记得是买别的化妆品的时候送的 - 吼咪 - 吼咪 - 当然我自己本身的水平也是一言难尽 - 但现在一晃四年过去了 - 还是心累了不少经验胆 - 所以今天为了避免更多的小朋友去踩我曾经踩过的那些雷 -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快速提高我们妆容精致度的小技巧 - 吼咪 - 玩先洗个脸吧 - 先做一下保湿工作 - 让我们后续的底妆可以更服贴一些 - 千万不要刚贴完面膜就去上妆 - 这样会接受很多彩妆垃圾进去 - OK - 那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上粉底 - 我觉得粉底的话 - 很多新手宝宝都会追求白 - 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往脸上怼啊 - 我也是 - 而且会抹得很厚重 - 上脸过后就是这种很假面的效果 - 那首先我们挑选色号一定要搞清楚 - 这里是一个暖皮还是冷皮 - 选择一个跟自己肤色最贴近的粉底 - 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看这个阴影的这个颜色 - 先把粉底这样上上去哦 - 这样尝试就可以看得出来 - 这一个是最适合我的肤色 - 那我们现在来上粉底 - 就是有些宝宝可能如果自己没有那么多粉底 - 你可以去一些粉底液的那种砖柜啊柜台去找柜姐帮你试一下 - 然后我们就把用一个海绵蛋轻轻的铺开 - 还有一个就是海绵蛋要先沾湿一下再用会更服贴一些 - 这句话虽然很多博主可能说的好多好多片了 - 但是我还是要说 - 单看这边的话你就会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 - 看这边的话就很假面 - 然后是眉毛 - 之前我就是学到一个方法去顺着你的眉型去描 - 然后我就上了很大的档 - 其实照着眉型去描虽然它会很自然 - 但是它仅仅适合那种眉型本身就很正常的女孩子 - 像我是属于一个八字眉 - 前面半截是这样的后面半截是这样的 - 就很沙雕 - 所以说像我这种眉型长得不正常的女孩子 - 一定要先把我们的眉毛给她修出一个满意的形状过后再去画眉毛 - 那像我这种臭面往下的这种我就把后面半截全屁掉了 - 牛卡 - 其实我们眉毛要画的自然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弧度 - 不能说太平 - 先把下面这一条线画出来 - 然后我们再找到我们的眉峰 - 再把它跟我们的眉峰连接起来 - 再把前面填满 - 用我们的刷头去把眉头刷得自然一点 - 然后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好画的一个方法 - 因为很多小姐妹可能就是跟我一样 - 就比如说纹了眉毛啊 - 或者是下面有一些杂毛修得不干净的 - 那我们这时候还是会用到遮瑕去把它勾勒一下 - 就会让它更自然一些 - 先弄一点点遮瑕在手上 - 然后再把它晕开 - 这样就会干净很多 - 而且会自然的体谅你的眉骨 - 后期如果你懒得就是用高光去刷的话 - 那这样就会比较方便 - 最后再用这个刷子把它整理一下 - 然后现在我就会觉得自己画的比以前自然了很多 - 然后就是我们的眼影 - 像我以前也是学那种就蛮厉害的博主 - 用口红画眼影 - 因为大一的时候要省钱卖 - 又舍得买很多化妆品嘛 - 所以就学着人家用口红画 - 但是人家可能真的能画得很自然 - 但是我们做一个新手就不要随便去尝试了 - 就会这样把它晕染开 - 哇感觉 - 感觉我看到了大一的自己是怎么回事 - 好像挺好看的样子 - 真的远看会让别人觉得我被打了一样 - 你左眼肿掉了你知道吗 - 那种感觉 - 那像我们画眼影呢 - 一开始要用一个浅色的肉粉色啊 - 或者是肉色啊这样子的眼影 - 去把它先打个底 - 就类似于这种颜色就OK - 先用一个浅色的去大面积 - 把我们的眼窝的大概位置给它秒出来 -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再用一个深一点的颜色 - 去把我们双眼皮的这个地方给它加深一下 - 那我们也用红色吧 - 因为这边都是红色 - 这边还要做对比 - 后半段这样慢慢往前面运 - 也是双眼皮这个区域 -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把下面给它过渡一下 - 下面过渡的话我们一定要就是往上面这样过渡 - 不要涂到外面来了 - 然后就是这样子 - 那我们再用一个更深一点的颜色 - 去把我们的眼尾再单独加深一下 - 最后我们可以用那种带有珠光一点的那种提亮 - 把它涂在我们眼头这个位置 - OK 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眼妆大概就是这样子 - 这边是现在会画的样子 - 然后这边是大一的时候的样子 - 其实如果说你的眼影它过渡的不自然的话 - 我们可以用一个大一点的晕染刷整体给它晕染一下 - 眼线的话我也是以前跟别人学的 - 要先画个框再把它填充起来 - 然后拉长一点 - 你们真的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之前那张图子 - 觉得只要我的眼线够错够长 - 我的小眼睛它就追不上我 -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画眼线呢 - 其实新手的话 - 我觉得你可以先把眼尾这里给它自然拉深一点 - 或者说你平时淡妆你不想画整个眼睛 - 你也可以只画眼尾 - 眼尾的话我们就顺着我们眼睛本来的线这样拉出来 - 然后可以补一下内眼线 - 内眼线你可以把眼皮撑开这样画 - 就这样子 - 其实真正别人说画的比较自然的那种眼线 - 就是你睁眼是有神的 - 然后闭眼它就是无形的 - 像我刚学画眼线的时候 - 我的手拿着一个眼线笔去触碰我的眼睛 - 还没触到我的眼睛会条件反射 - 就是自然而然的闭上 - 然后我强行把眼皮扒开画的话 - 它就会流泪这样子 - 我觉得很多新手宝宝跟我应该是一样的 - 它们还不适应 -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是可以只去刻画眼尾 - 让眼睛这样习惯 - 而且这样反应不会有那么大 - 这时候眼线的话吧 - 然后再下一个就是腮红 - 腮红的话 - 其实我以前也真的是长期喜欢这样笑着打 - 但其实这种笑着打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- 但是关键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脸型 - 所以具体的话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脸型去画 - 包括你想要什么样的妆效 - 而且有些小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对腮红特别的着迷 - 它会给自己画得很重 - 那腮红的话其实真的不能下手过重 - 尤其是我们要求妆感是自然一点的 - 那我们就需要去少量多次少量多次 - 少量多次的去把它晕开 - 那像我今天这个妆确实是比较青春一点 - 确实是可以打到这个地方来的 - 那气场越长腮红越往后面移 - 这样子 - 那像我们平时的腮红的位置 - 它最好不要下到这个下面来 - 要是低于这里的话就会很死亡 - 那我们腮红就这样淡淡的打一下 - 达到一个提升气色的一个效果就OK了 - 最后一个口红 - 像我们新手的话我们画口红就是直接照着嘴这样抹一圈 - 完了 - 很多新手真的都是这样就是没有型的你知道吗 - 而且我还有一个痛心点嘴唇 - 它真的就是这种地中海唇 - 我相信很多宝宝也跟我一样 - 就是无论你一开始画得有多完美 - 过不了多久 - 这一圈就被口水填掉了 - 交给大家一个方法 - 像我一样的唇型的宝宝 - 可以先用一个卫生纸这样暂时的先把你的口水擦掉 - 然后我们涂里面这一层 - 慢慢的把它往外晕开 - 上面这一层也一样 - 先往里面涂一点 -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手其实真的是很好用的 - 它这样涂的话会更不容易掉一些 - 然后颜色也会更淡更自然一些 - 然后就差不多是这个效果 - 好了 - 那下面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两边 - 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 - 我还是把这边画了 - 然后这边真的就是我以前大衣的样子 - 你知道吗 - 就真的我眉毛会拉到很长 - 然后眼睛就是这样夸张 - 然后嘴巴也就是这样 - 会涂个大红唇那种 - 然后这边就是我现在会画的妆嘛 - 这会比以前自然很多 - 也不会盲目的去追求那种特别的大红唇 - 像这样子 - 我的脖子也没有抹粉底 - 但是你会感觉差别 - 其实也没有那么大 - 其实我今天真的状态真的是不好 -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句对不起 - 对不起 everybody - 我今天真的状态不好不知道为什么 - 就是最近 - 整个人都很不好 - 算了不要把这些负能量传给你们 - 就这样的 - 不要摆小阿都给我 - 点赞 关注 转发 评论 刷 - 关注 关注 转发 评论 刷